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今天 先說我就是一個很不會做PPT的人 所以這個學設計可能看我的PPT看得不爽 然後我們就盡量當作沒看到這樣 重點不是我的PPT,重點是我的人 好,OK,很敢講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 就是我在督蘭卡通換書的故事 還有它怎麼會影響我休學這件事情 那關於我,因為剛剛有介紹過了 這是我前陣子在環島做一個的計畫 我在現在做一個環島的計畫 這個是我在南語搭便車的照片 然後這個我之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那剛剛我有提到 我剛剛有聽到有一個想要去哈爾濱的人 然後好像是因為有什麼年節之類的 那我就在我 自我介紹的這一個部分 跟大家分享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我現在是休學 那我打算我這半年就是先工作存錢 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我打完兵之後我就要出國去流浪 去打你的中南美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媽是一個可以看到我前世的人 她說我前世是一個 類似是祭司那類的東西 然後在瑪雅文明那邊 某一個子文明 然後我想要去追追看 我前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對,OK,好 好,那 接下來說為什麼 我會去杜蘭打工換宿 其實這個要講到 我去年暑假的時候我騎腳踏車換到 然後我就感受 突然感受到我跟那個土地的連結 好,我先講 我跟你講,我先講 我是一個很不正常的人 所以你們聽我講話要有一點想像的地方 下一張眼睛先閉上 眼睛先閉上 深呼吸 吐氣 OK,好 感受一下這個長腰眼睛打開 好 其實我一開始啊 我是法律系 台北大學法律系 我一開始這個 寒假本來是想要去 民間私改會實習 私改會是一個N局喔 在做法律救援的 嗯,那就想說 我法律系念不太下去 不然去接觸一下實務 看能不能喚醒我的初衷 好了 後來 後來呢 就寫自傳 然後我寫不出任何感動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就放棄了 對,然後就因緣機會下 我就看到杜蘭的法公換宿 那我那時候就視訊本專 就是前面那個 菲姐 對,然後我就視訊他說有沒有去 前面的人 他就說好啊,來啊 一下子就直接錄取了 對 然後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以為我是同志 然後 因為寬家也是同志 然後他看到我就很興奮 所以說 就錄取了 你知道 一個小場 對 好,反正就有畫面就對了 然後我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部電影 阿拉斯加之死 它是影響我生命非常巨大的電影 就是 他一個人去 拋棄所有東西 然後去荒野裡面流浪 他想要追求的是 打從心底的真正的自由 還有快樂 用最小最小的 生活需求去滿足自己 那 這麼一點也影響過我 後來去爬山 還有接觸戶外這件事情 那也影響過我想要去都蘭 因為都蘭本身是部落 還有靠山還有靠海 我覺得太適合了吧 我就選獨蘭了 這樣 好 然後呢 我看那個獨蘭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 獨蘭比 後面是獨蘭山 獨蘭是一個靠山或靠海的 非常美 外國人都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怎麼會一次看到山羊看到海 OK 那 為什麼 那個 打冒換素的生活會這麼影響我呢 就是 我有一天記得我到了第一天 我以為 會有人 我搭電車去的 我以為會有人 會有人 帶我去什麼 介紹一下我的工作內容 或者是 跟我說一下我睡覺 睡哪裡啊 結果沒有 他們叫我坐下來一起唱歌 然後我這邊彈吉他 然後拍非洲舞 好 唱完之後想說應該要 帶我去了吧 結果沒有 帶我去吃熱炒 好 吃完熱炒之後覺得 那我差不多了吧 沒有 我們開始跳 就唱那種很氣有的 對 很開心 不是要走不是要走 是讓我們開心的舞這樣 然後就跳到半夜 然後就有人拿來丟臉杯給我 就叫我自己去我睡覺的地方 就是 放涼的概念 跟你講 當下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來對地方 我超愛這些 OK 好 那我在這邊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 其實這個很荒謬 就是 我帶著我們的 這是另外一個小幫手 然後 這是 本來就是外國的那個旅客 我們那天就想說要騎機車 就去利松溫泉 結果那天就是 不小心寒流 啊 我兩個是台灣人 然後我們兩個就很卡 我們想說 反正騎了就會到了 結果沒有 那天寒流超爆冷 10度以下 然後利松溫泉都超爆高 所以就整個超級冷 我們是騎大概 10分鐘就要停下來 就是坐完身那種 真的超冷 然後後來就覺得 後來真的是沒辦法 就是 騎到利松溫泉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說 你們這樣一定會失溫 對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弄死自己就算了 還差點弄死別人 這是我在那邊做的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OK 好 那我就做了另外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是我帶著我的家人 一起去跟我一起打工換宿 因為 那時候我過年是在都蘭過的 然後 就是 我就帶著我家人一起來 覺得過年跟他們跟我很不好意思 我就帶他們一起來 然後呢 因為我看到 全部是外國人跟我們一家人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一起做年夜餐 然後跟外國人玩得很開心 啊 我爸就只會講Sorry 所以他看到 他看到 他看到 就是他會一直 就是他看到我的外國朋友的時候 他就一直說Sorry Sorry 然後我外國朋友就居然到底為什麼 他一直說 我說Sorry 對 所以就是很好笑 後來我們吃完年夜飯之後 我們就去海邊睡陰火 然後開爬 我就看著我爸那邊外國人尬 我們就覺得超好 對 其實我蠻幸運的是 但是我一直以來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都很願意 讓我的家人一起加入 所以 我後來就問我爸說 你這次感覺怎麼樣 他就說感覺非常好 就是 他很驕傲他自己的兒子 可以這樣跟外國人聊天 然後其實我也很驕傲 我媽不敢這樣玩 對 然後後來影響我弟 每次回家 那個時間到了就在那邊跳舞 對 總就是這樣 那 很神奇的是 我覺得語說好像 某股力量 就是牽動著你去 找到你想找到的人 這個人是Danny 英國Danny跟奧莉莉的Lisa 其實我去都來之前 我就想說 我想要學衝浪跟瑜伽 剛剛好 她是衝浪老師 她是瑜伽老師 所以呢 我們每天早上就是一起去衝成蠟之後 在海邊做瑜伽 超神奇的 我跟你講 真的是這樣 所以就是 走出去了之後 慢慢的會接觸到這些人 然後在那樣的 在都來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 大家人跟人之間非常距離非常近 可是同時又保有自己獨立的個體 你可以真的真的很靜下心來去面對自己 去面對 為什麼我要不要休學 去面對我 為什麼一直在逃避法律這件事情 OK 再來想到我20歲那天的奇遇 這個人是 他叫做Cooper 然後他是 忘記他什麼名字 總之 Cooper是一個台灣人 他以前在補教也待了很久 他後來受不了 他就跑去澳洲打工獨家 後來去紐西蘭 把步道去拿走完 他跟我說 他現在在一個 西皮村 他住在一個西皮村 西皮村就是沒有錢 沒有貨幣 就是大家很正常的 就是很開心的自己自主生活著 我剛聊天 他就跟我說 你一定要來這裡 趕快立刻休學 立刻休學 立刻來找我 但是其實 這個地方是 我就是在那邊看海 看山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默默的 就是像仙人一樣 就是飄進來 飄到我的旁邊 跟我並列這樣 對 然後 其實他跟我聊這個時候 我其實當下是在想說 我要不要立刻出去 那個時候我已經沒有任何可人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不要立刻出去 但是 這個疑問在後來 這個人 剛好我跟你講 生氣就來了 因為我心裡很想要去西藏 這個人 就剛好在西藏待過 對 所以他在跟我分享他西藏的一些故事之類的 我開始來反思說 我現在 此時此刻 要不要這麼急躁的 趕快立刻出去 我後來啊 好 神奇的來了 他們兩個走了之後 我就一個人看著海 就看著山 然後我就靜靜靜靜的 然後我就哭了 就是 哭著哭著 抱著我就哭了 我就那個當下 我就突然覺得 我真的太幸運了 我怎麼可以這樣 就是 被賦予這個生命 然後我前陣子 這樣跟我 其實跟我家人這樣 在這邊遇到 這種很棒的人 然後這個土地這樣遇我 然後我想說 那我可以怎麼回饋 後來我想一想 我就覺得 我好想為這個土地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那個時候想說 好 那我就是把我的法律科系 把它唸完 把我的專業顧好 對 那你們一定覺得 你在啊 你為什麼現在休學 好 這問題就來了 我那時候的想像是 我只有給聽一條路 就是你要為土地做什麼事情 你就是走法律這條路 但是呢 我在往下學期 我後來摸索 摸到後來我發現 這不是一條一定的路 只要我有一個想要為土地 做些什麼事情的念頭 其實 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對 然後另外一邊是 我覺得法律系的教學 二十歲了 我不想要去接收這些東西 我想要自己去摸索 我想要找的東西 這樣 好 接下來是說 那我從杜蘭回來之後 到我現在 我在做什麼事情 我剛剛說我想要回饋土地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願意先開封的農業部 這個是我們 我負責的國 其實裡面農業部的人 只有我跟他去摸索 來幫忙的人 我們現在就是 透過自己的勞動 然後用自己的雙腳 踩在泥土裡 可是 火龍狗不能踩 因為你會被刺死 對 就是 我們透過自己的勞動 然後去協助小農 去協助友善小農 去維持他們的生活 然後我同志也在農村裡面 去找說 我到底還可以為這個土地 做些什麼事情 這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然後 最後呢 我在都蘭的時候 一直 很多世界各地的漁人 一直跟我說 Be in the moment 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我想要在我身上 刺這個的原因 就是 很生氣的是 當我一直想要 向外尋求的時候 我的追尋的最終 都會回到原點 就是我此時此刻要做什麼 當別人問我說 你是誰 我會說 我是此時此刻 那個時候真的是專一的 OK 那 這句話 還有我的這個故事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然後最後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 就是阿斯拉之死的一個猜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句話 他說 The call of man's spirit comes from new experiences 就是 我們要去不停的做新的嘗試 然後新的體驗 然後我們要活在當下 所有的追尋 追蹤都會非常遠一點 謝謝大家